请解答是这样 梦到我去了阎王爷庙 拜拜求财 问这个梦是不是代表 我现在赚钱又不如理如法 师父解答是这是借地府的钱 师父您讲了何为借地府的钱财呢 借地府的钱财的话 就是收那些不如理不如法的钱呀 比方说别人的钱正好 能够让你拿到了 对不对啊 你好像是很正常的拿到的 实际上就是借地府的钱呀 应该不应该你拿到的 可以拿到也可以不拿到 这些钱至少说不是完全是你的呀 你不就是借地府的钱呢 哦明白了明白了 是这样啊 那师父 哦那师父什么叫天上的钱财呢 我们应该是借天上的钱财 不应该是借地府的钱财是不是 借的钱都要还 凡是有个借子就要还 你不要借 该你的就是你的 不该你的就不是你的 那才对呀 哦 那师父 天上的钱财 哦 天上的钱财 也是要是你的才能拿 不是你的也不能拿的呀 听得懂吗 喂 啊 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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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哦师父 那师父 天上的钱财是菩萨给的 是这样认为吧 呃 天上的钱财是修的 不是菩萨给的 是你自己修的 你上辈子自己修来的 好 所以人家说 啊 你有财运 财运嘛就是 有天财神给你的财运了 或地财神了 那也是你自己修来 由他们发放给你的呀 不是求的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嗯 谢谢师父 的